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炎妖光电视教会透视节目 我是梁乐燕 Rodney 教宗方石角召开主题为 《青年、信德和性照分辨》的 第十五届世界主教会议 普通会议常会 已经踏入第二个星期了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就工作文件的第一部分 神掌门和旁听者 已经有超过四十次的发言 十月四日的上午 在第二场全体大会里面 世界主教会议的新会议厅 最常出现的词会是聆听 对教会而言 聆听不是社会学 或者教育学的调查 而是教会存在的方式 涉及神学的议题 教会从聆听里面去吸取能力 接受青年提出的挑战和机遇 第二场的全体大会 教会探讨的另一个主题 就是在哪里聆听 答案是 教会必须在当代世界里面聆听 而且不是要呼等青年去教堂 它是要将教会带给青年 为此教会必须采取新的态度 以激发信任、关怀和希望 必须采取交谈式的木灵方针 远离教权主义 与会神掌门表明 青年是天主所在的地方 因为天主临在于青年 这场的全体大会里面也提到家庭 它是传递信仰的首要场所 无必予以支持 因为在家庭里面 爱、信任、对话和宽恕得以增长 移民的主题也很重要 对移民来说 信仰、教育和文化 是他们融入接纳国的重要渠道 神掌门谈及的另一个主题是侵犯 这个罪行损害青年对教会的信任感 令教会蒙羞 必须秉持勇敢和诚实的原则来应对 在这个机会上 世界主教会议与会神掌门 为主教门的过失请求欢喜 在这个背景之下 神掌门也要针对 性这个议题加以反省 性是上主慈悦的恩典 青年需要教会得到提供积极的指导 接着大会的目光 就转向所有令青年受苦的警方 青年人是丢弃文化的受害者 其认识包括服营、吸毒、身份认同问题 以及性方面的困扰 神掌门指出 青年理当得到认真善待 因为他们经常思索深刻的问题 另外体育可以成为对青年福传的工具 体育和信仰是互相需要的 两者兼备才能够锻炼意志 身体和精神 进行培育传人发展 在10月4日下午的第三场全体大会里面 神掌门就工作文件的第一部分 进行了20次的发言 并展开公开讨论 世界主教会议语会神掌 就提出青年不应该紧紧接受福传 也都要主动传扬福音的愿景 在教会、社会和政治界里面 全教主角的概念应当与时俱进 好使年轻世代成为世界的酵母与光 和平与爱的文化工像 与会神掌门指出 西方的消费主义恐怕会熄灭青年人的热火 青年往往迷失方向 由于性别意识形态 或者是自由放任思想等等的新思潮 他们失去了梦想和信仰 为此教会必须勇敢地 去谈论基督信仰提出的圣爱之美 关怀很多今天在婚前 没有办法守精洁的青年 有些神掌坦然 大部分的唐区团体 并不符合青年的期望 因此他们领了肩阵之后 就远离唐区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迫切需要更新木灵方针 以聆听青年 让他们看到基督慈爱的目光 同时也都要以青年熟悉的表达方式 跟他们交谈 首先就是数码世界的语言 此外主教们观察到 青年能够帮助成年人 着眼于当下 而青年也都期待教会 能够在四分五裂的世界当中 提出先知性的共融标记 青年乃是教会传教的核心 所以神掌们建议为他们设立一个中座委员会 再者 渔会者们也都指出 世界主教会议准备阶段的文件 曾经提及在灵修方面的更新的请求 务必协助未来的成年人 恢复对斯特的信任感 尤其是在侵犯丑闻 令性职人员可信度 备受考验的这一刻 神掌门最后也都强调 应当重振要你讲授 礼仪和民间敬礼 这一切在迫害里面 维护了很多基督徒的信德 为了避免青年 在众多的活动里面迷失自我 必须让他们理解到祈祷的重要性 当然教会也都要为青年 和他们的圣照祈祷 10月5日的上午 举行了第四场全体大会 有20位的御会神掌 就工作文件的第一部分 发表讲话 8位的旁听者 和特别邀请的嘉宾 也都发表了讲话 即将未封盛的保禄陆世教宗 曾经这么说 今天很多人谈论青年 但是没有多少人对青年说话 而当日世界主教会议 也都发表了相同的观点 因此大会再次强调 在数码世界当中 去倾听青年的主题 除了倾听 与会主教更强调 需要看到青年积极的面貌 他们拥有伟大的人性 和精神资源 例如友谊 团结 志愿服务 做真实的见证 要求社会表里如一 呼吾教会更加喜乐 和具有福音精神 与会神掌门也都谈及 令到微杀 每日祈祷 和声势更加活泼的重要性 强调这些 是吸引他们的一种方式 能够让他们成为 教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促进他们主人用的意识 因此在礼仪庆典里面 应当更加关注音乐的使用 以及要你讲授 和微杀广道 背众一层不变的经文 是不够的 还要带给人 喜乐 和具有启发性的广道 因为青年必须要用思想去理解 用心去相信 此外 语会主教们也都指出 牧人能够只是在堂区等候青年 却是要做走出去的教会 前往青年所在的地方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 有很多网友 但是没有真正的朋友 遭受所谓附足中的孤独 对此 教会可以提供真实的答案 另一项重要的议题 就是教会和家庭的联盟 目的是一起去陪伴青年走向成熟 主教们特别讲到 家庭里面父亲的角色 因为父亲是传递信仰 和塑造子女性格的支柱 去到10月9日 大会就关于工作文件的第一部分 举行小组讨论 分为六种不同语言的14个小组 都讲到同一个主题 傾听 主教们谈论最多的是教会应当具有同理心 保持对话的态度 避免自我参照和先入为主 与会神掌门说 我们要重视年轻人 让他们积极参与教会生活 承担使命 担当主角 好使他们成为同年龄的人的福存者 小组讨论还涉及到数码文化的主题 指出萤幕文化和数码痴呆症 可能是导致青年难以集中精力 理解复杂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之下 教会的临在至关重要 他可以陪伴青年 教导他们成为网络的使用者 而不是被利用的工具 14个小组还谈及性侵的主题 称这一个丑闻 破坏教会的信誉 我们必须与意彻底认对 此外 我们也不要忘记教会 在消除和预防性侵犯罪行 所取得的进步 另一个被谈入的议题是教育 主教们强调教育应当具有三个幅度 扎实、跨学科和全面 教育是教会的主要任务之一 面对原教旨主义和不容忍等等的现象 最好的答案合合是促进尊重 和对话的教育 包括跨宗教和大公对话 教育问题 也都与家庭目灵所面临的挑战有关 主教们说 由于家庭结构的破坏 和父亲形象的削弱 家庭面临着危机 每个信徒都有责任 陪伴青年和耶稣相遇 让青年以家庭中所接受的价值观 建立自己的人格 因此教会作为家庭中的家庭 必须为年轻人提供真正的家庭体验 搬随他们不断成长 进行整体发展 以实现他们的梦想和希望 最后 宇会神长还建议透过世界主教会议 向青年发表信息 以先知性的话语传达基督徒的希望 向他们讲述天主是如何去看待青年 关于这一点 主教门也强调对视频 图片等等的多媒体工具的使用 对于今届的主教会议 青年人又有些什么的见解呢 天主教媒体Gratal Network 就找来身在罗马的青年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看法 我认为青年人今天要求求 一个目标 他们要求求 一个挑战 在一场的挑战 不一样的事情 互相当人们知道 我们决筹游课 我们决筹游戏 而且 它判断 所以我认为在这种世界的生活 是同样的 尽量的责任 但比较责任 是责任的责任 这比较责任 就是责任的责任 什么更更 could we ask for 所以有所需求 是责任的责任 是的 责任的责任 责任 责任 在责任 责任 从我的经历 一种人 我们能最多与能治愈的 尊子 尤其在整个人的 尊一生命 是在用的 教会 在教教训 然后 教训 是向我们的 教教训 在观看 美国的 刘所需要 No one will be surprised falls short of pursuing the kingdom of God in a lot of different ways. I think that authentic Catholic leadership from our bishops and our priests and the laypeople who run our church, if those people understand and teach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well, I think we would change the dynamic of how the church interacts with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give a third option for how we approach our place in the world and how we treat the poor and vulnerable. 第五場大會之後,方濟閣住院小兄弟會總會長塔斯卡神父接受了採訪 談及英語青年分享生命。 方濟閣住院小兄弟會總會長塔斯卡神父表示 青年人在尋找,我們成年人必須理解他們 進行探索的方式,尤其是要透過聆聽去理解。 在大會的這個初期階段,強烈地呈現出對靈性父親和母親的需求。 我們需要一種能夠深刻解讀今日青年處境的信仰觀, 因為青年確實在尋找某些人,某些事, 尋找在這個如此艱難,充滿張力, 卻是充滿機遇的社會裡生活的動機。 我們不能夠講教會與青年,因為青年是屬於教會, 我們需要下功夫的正是要接近他們。 這是本屆世界主教會議明顯出現的另一個需求, 亦就是與青年接近。 青年要求我們說,你們要接近我們,陪伴我們, 並與我們同行,只有藉著接近,分享, 善道每日生活,才能夠教導青年。 這是我們所具備的最美的方式。 這正是耶穌所使用的方式。 祂起床行走,願意門徒們在自己的跟前。 祂與民眾同在,分享普羅大眾的生活,別無他選。 在世界主教會的發言裡,亦都強烈提出了身體的主題。 因為在今天的世界裡, 聖欲被視為一件最為理所當然最平庸、最具生命力的事。 青年要求我們共同反省, 而重要的是,我們成年人重新如何以基督信仰看待形體和聖欲。 可能也要用今天的觀念來表達。 幾個世紀之前的觀念已經盡了自己的責任。 今天的挑戰就是以眾人能夠理解的言詞來表達性慾的美。 2018年10月6日,下週5點, 教宗方濟閣與世界主教會議與會神掌 在梵蒂江保六六世大廳會見了約7000名青年。 這次聚會是以青年為題的世界主教會議的一個重要時刻。 青年代表門逐一作出了見證,並提出問題, 包括如何才能快樂呢? 如何填滿內心經常出現的空洞感呢? 要走哪一條路才能夠找到自我, 發現每個生命的價值呢? 面對腐敗和有別於自己價值觀的工作提議, 如何才能夠言行一致地活出政治方面的召叫? 以及在使用社交網絡和互聯網的時候應當遵守什麼的準則? 面對眾多青年,教宗放下他的港稿, 並說明他不打算回答這些問題, 因為這些是與會神掌門的任務。 但是教宗願意為青年指引方向地說, 你們年輕人要不斷地前行, 望遠一點,而不是每天對著鏡子坐在梳化上。 再者,你們能夠在行動, 在尋求真善美的過程中找到自我。 接著,教宗表明有關言行一致的提問格外觸動了他。 言行不一對青年有害無益, 例如教會宣講真福百端, 卻有走世俗的道路。 你們必須在你們的道路上言行一致。 至於如何在從政的時候堅守基督信仰價值觀呢? 教宗指出, 有些人忘記了耶穌對我們的教導, 即真正的權力在於服務。 否則,就是自私自利, 貶益他人, 壓益他人的成長。 教宗也恩切地期盼青年 切勿陷入意識形態或者市場的誘惑。 你們青年不是代價而沽的商品。 請你們不要被人收買、誘惑, 不要被自己淪為意識形態殖民化的奴隸。 因有別人將思想植入我們的腦袋, 最終會成為惠惠樂樂的奴隸。 生活一塌陶地, 關於互聯網的使用。 教宗勉勵青年始終要考慮到 和他人具體的關係。 儘管連接上互聯網安全又迅速, 但若果養成了依賴的習慣, 就會變成全家人圍著桌子吃飯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玩手機。 沒有真正的實際互動。 缺乏具體關係。 最後教宗鼓勵青年和年長者和祖父母去交談。 他們是你們具體關係的根基, 是你們賴以萌芽、開花、結果實的根基。 你們要抓緊這些根基, 帶著他們前行, 才能夠結出石果, 而你們的未來將會成為其他人的根基。 節目的尾聲,讓我們一起欣賞青年 在世界主教會議青年聚會的表演。 更多世界主教會議的資訊, 請瀏覽本台網頁 賞青年聚會。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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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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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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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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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